为什么很多司机车上都会放一管牙膏 像咱们开车刮刮碰碰在所难免 咱们的车刮蹭了只要不露底漆 这种去维修肯定要求抛光或者补漆 价格昂贵不划算 咱们把牙膏涂抹上去用干抹布直接擦拭 大家看效果神奇吧 像咱们爱车雨刮换新的或者老旧之后 它又有一些细微的小水痕刮不干净 这时候咱们只需要把牙膏涂抹用抹布擦干净 问题就可以解决 像咱们的后视镜和挡风玻璃 也可以使用牙膏直接涂抹 涂抹完之后用干抹布擦拭干净 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既可除雾又可防水 咱们的车升降玻璃的时候出现卡顿升降慢 而且有些带防夹的车 连玻璃升到一半还会降下去 去修理厂绝对会要求你更换车门的玻璃升降总成 费用昂贵不划算 今天海哥教大家花几块钱 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咱们首先拿一条干净的抹布 把车玻璃的密封胶条的灰尘给擦干净 去超市买一瓶表板蜡 这种最多只要十块钱 拿表板蜡直接往玻璃的密封胶条上面直接喷 像这样 喷完了之后 咱们直接多升降玻璃几次 你玻璃升降困难的问题 就可以得到解决 大家好咱们的车子打开车门之后有这种响声 大家听一下 这时候你去维修 绝对要要求你更换这个车门纤维器 我教你不花一分钱解决这个问题 咱们拿这个香皂就肥皂 咱们直接往这个纤维器上面涂抹 看到没 直接往这个上面涂抹 涂抹完之后 咱们开关几次之后 咱们停下效果 一想消失 如果咱们的车发生意外 四个车门都打不开 怎么办呢 如何逃生 爬到后排 找到侧边 这个位置 按一下 后排即可放倒 爬到最后边 后备箱门板上有个小盖 有些是拉绳 有些是按钮 咱们直接一拉 后排箱就可以弹出逃生 我知道很多人一辈子都用不到这个功能 但是知道总比不知道了